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那么当然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方案选优的这么一个问题 方案一就是方案A是预制安装提行梁 预制的 方案B是为搭脚手架搭支架线交提行梁 有两种方案 那看你怎么选吧 下面这个条件是这样的 大家看 已知每片梁的混凝土数量是25立方米 也就是说一片梁它的体积是25立方米 每孔有六片梁来组成 六片梁组成一个一孔 那么混凝土半核站的场地处理费用是25万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你不管是预制的 你还是现交的 那么其实都要半置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的半置场地处理费是25万 这个费用应该是固定的对吧 半核站的设备 摊销其维修费用是每个月是15000 这个半核站呢 每个月费用是15000 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费用跟时间是有关系了 对不对 时间越长 这个费用就要越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提行梁的 混凝土的费用是610元每立方米 这是现交的提行梁 如果你采用现交的方式的话 那么每立方米的混凝土的费用是610 预制安装提行梁的混凝土费用是720 预制和现交的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现交混凝土的运输费用是20元每立方米 预制是25 运输费用 那当然了 你用泵车去运制混混凝土 肯定要比这个要运这个提行梁 预制构件可能要费用要低 大型预制构件底座的费用是26,000 大型这是预制的底座 预制提行梁底座的费用是26,000 现场支架的费用是130元每立方米 那么如果你要是预制的话 那么这个费用要花掉 底座的费用要花掉 如果你是现交的呢 现交要搭支架 那么支架是每立方米是130 现交一孔提行梁的时间是50天 每片梁的预制周期是8天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现交的 那么我们说一孔的提行梁时间是50天 现交 如果是预制的 那就是周期是80天 这是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成本 其实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对吧 那么混凝土量呢 你不管是现交的还是预制的 这个量是一样的 对吧 那提行梁那么多梁那么大的体积就在这摆着呢 那么它其实这道题的核心点呢 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时间有关系 大家看问题 那么当混凝土的数量是多少时 AB两个方案的施工成本是一致的 其实就是求我们那个什么呀 叫平衡点也好 叫临界点也好 那就是那个两个方案 A和B 预制和现交 那么在量是多少的时候 它这个费用是一样的 费用是一样的 第二个 假设该梁的跨境 总长度是400米时 那么AB两个方案 选哪一个更精进 这两个其实跟量是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反过来说 量有关系 其实跟那什么呀 跟我们说那个时间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 它的量其实也反映在这个时间上 你量越大 那个时间就越长 大家看这个分析要点啊 主要是这个两个方案 一个是预制 一个是现交 这两个方案进行比选 那么比选呢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前面这个条件 它并不是分着说的 你比如说 他说预制要花多少 什么样的成本 现交要花什么样的成本 他是把我们这两种方案的成本 给它综合在一起说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 哪一个费用是现交发生的 哪一个费用是预制发生的 这个我们要分清楚 要分清楚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说要特别注意的是 现交和预制的这个混准土 它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说时间不同 那个探销费也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两个核心要点 那么所以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呢 就是要求一个平衡的公式 对不对 平衡公式 那么第一个平衡公式在这里呢 我们说本质上是反映在时间上 但是呢 它是跟量有关系的 我们假设这个 假设T性量的数量是Q偏 这个数量是Q偏 那么你这个量出来之后 我们说那个混准土的体积 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要分清两个成本 第一个A 也就是说预制的这个施工成本 根据我们题目当中所给的条件 你不管是预制还是现交 它都有一个费用 是什么呢 就是25万的什么场地费 是需要发什么的 对吧 那么半核混准土的设备机 摊销费用是15000一个月 这个跟时间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时间呢 其实怎么来的呢 这是也是反映的时间 其实呢 它是通过量来反映出的时间 这是要发生的 另外一个呢 T性梁 现交的是这个 预制的是720 这个要是我们说两个发生的 还有什么 这个运输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如果是预制 它还多了一个费用 什么呀 底座制作的费用 底座费用 那么如果是现交的呢 还发生一个费用 支架的费用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也就是说 A预制的话 它都发生什么样的成本呢 第一个 25万的什么呀 场地费 需要考虑 另外一个 就是根据时间的长短 它又有一个什么呀 摊销 就是设备 和维修费的摊销 这个摊销怎么算呢 大家看一下 根据我们题目条件 这个预制的呢 如果是预制的话 这里边 每一片粮的预制周期是8天 每一片粮是8天 那么我们一共有多少片粮呢 是Q片粮 对不对 那么一共是Q片粮 那么一片粮呢 预制的周期是8天 那么我们就要乘以8 就是一共是多少天 然后呢 我们题目当中给的条件是 它是一个月的探销费是15000 那么一共有这么多天 一个月多少天呢 30天 对不对 30天 一除就是我们说 一共需要多少个月 那么一个月是多少呢 15000 摊销费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功在这 也就是说摊销的费用 其实跟时间有关系 但是我们是通过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这是关于摊销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混牛土的运输 还有呢 它的厂地的这个制作的费用 那么混牛土的运输呢 大家看 运输费用呢 混牛土的费用是720 还有运输费用是25 这都是预制的这个方案当中 所发生的费用 那么它跟量都是有关系 那么我们说 离混牛土 预制混牛土是720 那么运输呢 这半核是这些费用 运输是25 那加起来就是 其实就是745 对不对 就是一立方米混牛土 预制的话 需要这么多费用 那么我们说 一共是多少混牛土呢 一片粮的混牛土量是25 那么一共是Q片粮 对不对 相乘 这就是我们说 混凝土 预制混凝土的 置办和运输的费用 这是摊销的设备维修 设备维修的费用 这是我们说 这个场地的费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底座的费用 制作底座26000 把它加起来 就是整个的 我们说 预制混凝土 T性粮 所需要花的费用 是这么多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B B施工发案 是现场的交注 现交混凝土 那么你不管是预制 还是现交 这个量25万的场地费 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对吧 然后呢 还有摊销 摊销当然了 一个月也是一万五 但是它跟时间有关系 一共是 多少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 它的摊销费是一万五 然后呢 一孔T性粮是五十天 大家注意啊 这个片交不是一片T性粮 是一孔T性粮是五十天 那么一孔是几片粮啊 六片粮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 六片粮是五十天 那么一共多少片粮啊 应该是啊 Q片粮 对不对 是Q片粮 然后呢 我们说 Q片粮是 多少 我说一片粮是 一孔粮是五十 那么一孔是六片 所以说这里呢 就是 其实就是五十除以六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除以一个月三十天 然后乘以一个月的费用是一万五 那么这个是Q乘以五十 这是Q乘以五十 然后呢 再除以什么 六片 就是一孔是六片 就是这是多少孔的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我们说 混凝土的这个制作和这个其他的运输啊 这个费用 那么现胶混凝土呢 是制作是六百一 运输是二十 然后呢 胶筑是一百三 一共有多少立方米呢 是一片是二十五立方米乘以Q 就是总共混凝土的体积 把这个是我们说现胶混凝土需要发生这么多的费用 然后呢 把这两个公式 怎么样 让他俩相等 让他俩相等 那么解除这个Q是四十八片粮 四十八片 按照四十八片粮呢 一片粮是二十五立方米 也就是说 T型粮的混凝土数量在一千二百立方米的时候 那么AB两个方案的施工成本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平衡点 或者说叫临界点 那么还是那个道理 如果小于这个量是怎么样 如果大于这个量 采取哪个方案 跟我们前面讲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重要的节点就在于 你要分清什么样 预制和线胶都发生哪些费用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这个混凝土的量 是在一千二百立方米的时候 我们选择AB两个方案 这个施工成本是一样的 这是这道题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问题 这道题呢 有一点那个瑕疵是什么呢 他这么说的 他说 这个大型预制构件底座的费用是两万六 他只说是大型构件的什么 底座的费用是两万六 但是他并没有说只做一个底座 对不对 然后他说什么呢 每片粮的预制周期是八天 就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说呢 他其实这个答案 他是默认了 什么呀 大型预制构件底座两万六 其实他默认这两万六 就制作一个底座 然后呢 每片粮是八天 大家看这个答案 他说这是Q片粮 乘以一片粮是八天 然后除以三十天就是一个月嘛 对吧 他是认为呢 是一片粮一片粮的预制 一共是Q片粮乘以八天 就是这么多天 需要预制的时间 对不对 他也就是说默认了 就只有一个底座 两万六 花了两万六 然后呢 一片粮一片粮的座 但是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并没有显示说 那么也有没有可能 我是制作了两个底座 或者三个底座 我是几片粮一起做 一起预制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你比如说 我要是两个底座 就是两万六 我是制作了两个底座的话 那么我一共需要多少天呢 这Q片粮 一片粮是八天 那我两个底座同时做的话 是不是就出于二了 那么如果是十个底座 是不是就出于十了 那么这个时间 是不是就不是这么多了 对不对 这道题稍微有这么点小瑕疵 也就是说 他默认了这个两万六 就只做了一个底座 那实际上 其实我们现实的这个工作当中 制作一个底座的可能性也不大 是不是 那这个题呢 我就给大家提示一句 就这个说法呢 稍微有一点小瑕疵 如果他默认 如果说他提出来了 就是两万六 就只制作一个底座的话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他没有说的话 可能有一点不妥当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只是给大家 我只是给大家提示一句 然后呢 我们正常做题呢 还按这么去做 就默认就可以了 要不然他没说几个底座 你都没法去做这题了 所以说呢 就只能按照这个思路去做 我们大家呢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教材呢 说实话 整本教材里边的错误呢 也不少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是 做这个 以学习的目的去看呢 就是你要以批判的 这个方式去看 然后呢 我们理解一下就行了 这是关于这个 那么以此类推呢 这个B方案是这样的 它也是这么算的 对不对 但是说它是怎么样 就是默认是一孔一孔的 去交注 对不对 题目当中是这样吗 每一孔 然后呢 时间是50天吗 那也是默认是什么 一孔一孔的去交注 那么如果说两边同时交注呢 是不是要除以二啊 对不对 这个他没有说清楚 我们就知道有这么回事 就可以了 不耽误我们去学习 不耽误我们去这个 看理解他的原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这个梁的 这个桥梁的总跨度 是400米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 那么大家看前面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这样的 它的设计是 跨境是40米 那么如果这个桥梁 是400米长的 应该是多少啊 应该是这样 400除40 就是一共 这个桥一共有10孔 一共有10孔 那么10孔桥的话 一孔桥是6片梁的话 那么是不是把这个梁的片数 就求出来了 这是我们第一道题里边 那个什么呀 Q 是60片 对不对 其实呢 这道题做到这儿 我觉得 如果对于我们这个知识点 比较熟悉的学员 你就能够得出答案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因为什么呢 根据我们第一道题的这个答案 说它达到1200立方米的时候 也就是48片梁的时候 我们用哪个方案都行 那么大家看 我们已经算出来是60片梁了 就大于48片梁啊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用哪个方案了 但是我们这个答案呢 并没有这么写 它是用另外一种思路 它仍然是计算了一遍 说计算行不行 当然了计算起来 计算的方式会更加的完美 其实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真实考试的话 是不是啊 如果你真实考试的话 它没有要求你计算费用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呢 那不就节省大量时间了吗 对不对 它算出来呢是60片梁 所以说呢 它把这60片梁啊 带到这个施工A方案的这个成本里面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这个Q的这个公式 把这个Q呢 给它换成了60 把这个Q换成了60 然后呢 就得到这个费用 B方案也是 它把这个60呢 也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 得到这个费用 然后呢 比较两个费用 谁小 我们当然就选择哪个方案 那么我们简单说是哪个费用最小 其实呢 按书面画来说呢 就是我们正常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 就是要写什么 A比B什么样 经济 经济和小 少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吧 应该选择上A方案 A方案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 是48片梁是相等的 所以说你60片梁就大于这个梁的话 大于这个的话 我们应该其实应该选择上 B制的 更加的经济一些 然后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就把第一个问题解出来之后 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就不算问题了 对吧 前提是 只要你能理解我们前面知识点所讲的 就是专题三呢 所讲的那个知识点的原理 如果知道以后 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当然我们教材这么算的 可能更加严密一些 这是我们说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道题呢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说 设计施工方案的 这个比选和选优的问题 这个仍然是我们说 25万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固定成本 对吧 那么剩下这些呢 其实就跟梁的什么呀 这个数量 也就是跟梁的体积 梁的片数 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变量 那么其实这道题的根本呢 除了这个量以外呢 它的量其实是反映在哪了 这个时间上的摊销费 和这个混入土制作和运输的费用当中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变量 是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量 工程量 但其实最后呢 因为摊销的时间是跟量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这道题前面这么 一孔 胶注多少天 预制多少天 其实它就中间有一个环节 这是我们说 这道题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还是那句话 我们教材的这个 瑕疵啊 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你不要抱怨 我们的目的呢 一定要明确 是通过教材呢 去把你的知识学到手 然后呢 把我们的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这就说教材怎么样 那个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 只要不影响你的什么 这个做题 只要不影响你学习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 这是教材的案例6 是一个高速公路的这个路面工程 其实也是一个方案选优的问题 但是这个呢 就更加的什么样 专业 是不是啊 说我们有些非专业的学员呢 在考我们这个造假工程的考试 我们在做面授啊 或者说这个讲课直播过程当中啊 我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说呢 你不专业呢 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这个语言的描述啊 你的计算方式啊 你不专业 你得装的专业一点 这是你的语言描述 你得让人看出 你是个本专业的人 啊 人员 这样呢 容易得分 这是一种感情分吧 对不对 你不要写一些外行话 写一些 一看就不是这个专业的 不专业 你也得假装专业一些 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 根据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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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法 你写的官方一点 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啊 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呢 理解一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我很少跟把教材的概念去读一遍 然后呢 再去讲什么 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啊 用比较通俗的或者简单的语言呢 让大家把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原理理解了 但是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学的装的 要专业一些 专业一些 大家看这题 说某高速公路 沥青路面项目 然后呢 线路长度是 三千 三十六千米 是三十六公里 然后呢 行车道的宽度呢 是二十二米 沥青混用土厚度 是十八厘米 这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去计算这个 体积或者面积的问题了 在距这个路线两端三分之一处 各有一处较平整的场地 适宜设置 沥青的搅拌场 那么一共是 两处 对吧 上路距离呢 是 都是二百米 根据经验估计 每设置一处 半合厂的费用是九十万 这就简单了 对吧 直接就是设置一处就九十万 应该算作固定成本吧 施工组织提出了设置一处或者和两处 这个两种施工方案 然后呢 要求我们进行逼选 大家看一下 假设施工时的供料机价格水平 与定额机价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 请从经济的角度 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哪个省钱 我选哪个呗 对不对 以定额机价分析运输费用 选择费用较省的施工组织房 那么这道题呢 他说 供料机价格水平与定额机价一致 那么以定额机价分析运输费用 这句话呢 给我们一个提示 是需要你去查定额的 有的学生 这方案选优怎么还去查定额呢 那就是你管呢 是不是 让你去查 你就得去查呀 他也没超出我们考试的范围 对不对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 就是你需要去查定额的机价 假设价格与定额一样 这是一样的吧 这个前提条件 然后呢 以定额机价分析运输费用 其实他没有明确说 你去查什么什么定额 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从这个话的字笔行间里边 我们要分析清 他要采用什么样条件 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还是读题的问题 不要因为要读题而读题 应该从题目条件当中 去找一些蛛丝马迹 去让你这个思路更加清晰 让你的计算的更加的迅速 那么这种题呢 就是有的学员一看到 后边在看题目的时候 看不清 为什么呢 分不清 脑子就变成迷糊了 有的学员说 就是迷茫了 我又迷惑了 我又不知所措了 怎么办呢 什么原因呢 你没有真正读到题的精华 或者说他给你的提示 你没有读到 有的学员没读到呢 就发现这个题目条件不全 对不对 他说了选择最经济的方案 那就是最省钱的吧 哪个费用最小吗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提到费用的问题 大家发现没发现 整个这道题当中 他要求我们去求 哪个费用最低 但是他就给我们说了 什么36公里 什么三分之一处 什么200米 他根本就没提到这个价格 那有的学员如果不熟悉 我们这种出题套路的话 你可能会想 没有提到费用 你又让我计算费用 那我怎么算呢 如果这道题是真正 我们考试真题的话 有可能有的学员就这样了 怎么样 举手 示意 老师让这道题 错了 还是那句话 监考老师也不懂啊 那你说你等一等吧 我去找寻考去 是不是 过了十分钟 寻考来了 寻考一看 我也不懂啊 你等一会儿 我去打电话去 你再等十分钟 一会儿让你再等十分钟 你心里有这么一个事 你就做不下去提 你信不信 你在考场上 本身就紧张 本身就有点敏感 那么你再让你这有个事 你不知道 让你等 你这整个八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吃灰的是谁啊 还是你自己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在读题过程当中 要知道 他给你出这个条件的用意 没有明说 其实就让你找定额去了 那么我们是通过这个题啊 给大家说一些 这考试的一些技巧啊 或者我们一些分析的 这个思路的问题啊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然后要求我们找最经济的方案 这里呢 有个知识点啊 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平均运据 以及运输价格的问题 环境土 历前环境土 你不管怎么制备 它的一立方米的价格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只不过它 它区别在哪呢 你看啊 我们不管怎么制备 这个量是36公里 22米 厚度是18厘米 这个混凝土 立形混凝土的消耗量 是一样的 一定的 然后呢 区别在两处 第一处 就是你到底设置几个搅拌站 或者说那个半个厂 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 一个就90万 两个就180万 第二个 跟运输距离有关系 运输距离越短 你的费用越低 对不对 那么你用一个那个半个厂 那肯定是距离大 用两个半个厂 肯定距离就要小 但是两个半个厂的费用也高啊 半个厂的费用也高啊 你怎么去判断 这就是一个矛盾了 对吧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思路去入手 这里有几个基本概念 给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综合平均运距 我们在后续呢 在第三章当中啊 就是计量和计价那一章呢 会给大家讲到这个运距的问题 平均运距 然后呢 参与运量的权重 其实就是综合平均运距 这个运距呢 其实就是运输距离 给大家举个例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条公路的线路 要修建一条公路的线路 然后呢 我们说你比如说这个半个厂在这个位置 但我们要把这个例行混击桶 要运到这个公路的这个每一个角落 是不是 要进行摊铺 那么这里呢 从这个半个厂要到这个公路上面 还有个距离 我们这道题呢 给的距离是多少 上路距离是200米 所以说就从半个厂到公路这个距离上200米 那么这个200米 不管是你在哪设置这个半个厂 它都要有这个距离 对不对 这是不变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平均运距 什么叫平均运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车 一个泵车啊 或者是什么有混凝土 那么它从这过来以后 到这200米到路上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运距非常小啊 那么到这个位置 运距是非常大吧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的运距 就是200加塔 200加塔 这是每一地方米的这个运距 那么其实中间还有这个 每一都有运距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平均运距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12公里啊 18公里吧 比如说这是18公里的话 这一段 比如说是18公里 那么到这个的混凝土 应该是200加上18公里 200米加上18公里 那么到这呢 应该200米加上0公里 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要平均呢 我们就取平均的这 这一段的平均运距 应该是200米 加上多少呢 18除以2 我们取中间的这个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建设期贷款利息 建设期贷款是均匀投入的 啊 这期初投入的不算利息 那期末投入的要全钱算利息 那么我们要均匀投入的话 你怎么算利息呢 除以2呗 对不对 我们那个 呃 这个 建设期贷款利息不是当年新增借款额 除以2吗 那跟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在这是全运距 你在这是没运距 那么平均呢 就是取中间除以2 所以说呢 这是9公里 这就是我们这一段的平均运距 啊 那么当然这边是不是也一样啊 也是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是平均运距的概念 啊 我们计算这个运输距离都是这么算的 那么还有什么综合平均运距 什么意思呢 你这一段是这样 这一段也一样 那整个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200米加上9000米 这是这一段的平均运距 那么他要乘以这个混凝土的量 占的比重 啊 就写比重吧 占的比重 也说运量的全重 那么这一段呢 其实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这边 如果要是36公里呢 比如说他不是在中间啊 那么36公里呢 他这个平均运距应该是上200米 加上多少啊 18公里 是不是 这是他的这一段的平均运距 然后呢 他的量是多少 当然了那个火凝土 这个例行火凝土 是不是都是平铺的呀 那么路的什么呀 宽度也一样 厚度也一样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平铺过来的 那么这边的火凝土的量 是全重是多少 那加起来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54吧 就是54分之18 是这一段的全重 那么这一段的全重呢 应该是54分之36 也就是说平均运距 乘以他的运量的全重 就是他的综合平均运距 不知道大家这个意思听没听懂 我们后续呢 在这个路面工程当中呢 还会给大家讲到平均运距的过程 这个知识点 在这里大家理解一下 这是我们说平均运距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自卸汽车运输的 这么一个要点 也就是说呢 自卸汽车运输稳定混土混合量 立星混合量和水泥混凝土 综合平均运距在15千米以内的 在15千米以内 就是我们那个定额 他所要求的这个距离 应该在15千米以内才适用 如果长雨数是大于15千米了 那么我们得另外进行调整 当运距超过一个定额运距单位时 那么其运距尾数不足一个增量运距的单位的半数时 就不计 等于或者超过半数时 按照一个增运运距单位来计算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在整个运距在15千米以内的 那么定额当中的是 第一个1000米 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 第一个1000米有一个定额的几价 然后接下来就是加上一个增运 增运是以0.5为准 如果我们算的平均运距 要是我们增运几个运距吗 如果要小于1分之1就是0.5 1分之1就是0.5 也就是说小于半数的 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如果大于一个1分之1 0.5 我们就算作一个就增加一个增运运距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定额当中有明确的说法 这个是历史有混运土 这个机架 刚才不也说了吗 题目当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让你去找定额去 要根据公路工程预算定额 我们说你上册分上下册 上册的268页 如果你不信 你就去找一下 就在那运输 然后借着这个题 我们把第二章路面工程的总说明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关于定额所包含的类型 内容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那么这里说 包括各类类型的路面 即路槽路肩 电层基层等工程 然后除了例行混合料路面 还有厂办基层 稳定土混合料 这些汽车运输碾压水泥土 水泥火凝土的 以1000立方米路面实体为计算单位以外 其他的都以什么 平方米 1000平方米为单位 那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点 你要注意 就这些是以体积 1000立方米为单位 那么其他的都是以面积1000平方米为单位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计量和计价的时候 这个部分应该注意 你把单位弄错了 你整个这题就错了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含水率 含水率我们在后边还有相关的题题 就是定额当中的混合料 是按最佳含水率去编制的 定额当中以包或养护用水 并适当扣除材料天然含水率 就是你他按最佳含水率去算 那么材料本身还有个天然含水率 如果达不到最佳含水率 我们还有一些要加水或者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在定额当中已经考虑进去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理解一下就行了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洒水 汽车洒水的这个子木 按照什么呢 5000米的范围内洒水 这个来进行变质 然后呢注意是不计水费的 它只计算一个什么呀 这个运输和洒水的费用 这个水是不计费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定额当中 那个机架里边是不含水费的 如果你水不花钱 你就正常算 如果你水还需要施政自来水去供应 那么这个水多少钱 你正常算 也就是说 这个水费应该另外考虑 另外考虑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洒水这一块 然后呢还有呢 就是关于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就自协汽车了 刚才说过了 就是在15000米之内的 15000米以内的 我们说呢 增运运距小于1.2%0.5%的就不算 如果大于这个的就算一个增运的运距 如果你是这个专业的 你可能能听懂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 可能听得有点吃力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边通过西题呢 大家会了解或者理解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这个定额的说明 一定要熟悉 如果你不熟悉 就像原来熟的 这有一个坑 有一个规则 你根本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往里跳吧 是不是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规则 知道有这个坑 你还可以绕着走 对不对 还可以绕着走 那么我们这个公路专业呢 前面也说过 这个公路专业呢 就包括我们交通运输啊 对于定额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 后续呢 我们会详细的把这定额呢 给大家讲 因为前面呢 我们第一章当中讲过 这个投资互算指标的查找 以及它的使用 那么所以这里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2-2-13 这是预算定额啊 例行混合料的运输 大家看单位是以什么 以1000立方米为单位的 以1000立方米 这个字有点模糊啊 看不太清 1000立方米为单位 那么其他的在定额当中也说过 有呢 是用平方米 1000平方米为单位的 然后呢 我们找这个机架 下面这一行就是机架 前面呢 就是机械的消耗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机架说 它有在什么呀 8吨以内的 10吨 12吨 15吨 20吨和30吨以内的 有个学生说 那你找哪个呀 根据我们这道题的条件呢 就是它让你去找定额 但是它并没有说 这个自卸汽车是读 这个型号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 如果它没有说的话 我们找机架最便宜的 对不对 说有几个这个方案摆在那了 我让你选 我没告诉你知道你用哪个方案 你自己选 那你选哪个 你当然选费用最低的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 相比较来说呢 这个30吨以内的 这个机架是最便宜的 我们要选这个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1000米是5263 每增运0.5000米 增加434元 我们这个是题目当中 没有的条件 我们需要上定额里去找 然后有的学员也说了 老师啊 那么我们考试当中已经明确了 说不允许我们带定额 参考书籍进去考试 那么我上哪去找去啊 你让我背下来吗 我当然背不下来 我跟你说 我也背不下来 这个谁能背下来 那也算挺牛了 是不是啊 那么考试呢 如果他不允许你带参考书的话 他在题目后边 需要用到这个定额 他肯定会给你付进去 如果需要了 又不允许你带参考书 他肯定在题目后边 要把这个定额这一页 至少是这一页 要把它给你放进去 当一个参考的材料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觉得缺少条件了 你不妨把你那个试卷 往后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材料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据说我们19年的这个考试题呢 这个公路运输专业和水利专业 因为是两个专业嘛 所以有一部分题是水利的 一部分是公路运输的 然后据说我们这个试卷呢 是把我们的这个公路运输和水利的这个参考材料 都把它放到试卷的最后边了 就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呢 没有看到 说前面是运输的 交通运输的 就是这个公路的 后边是水利专业的 前面做这个公路专业的学员发现 这个题缺少条件 没有定额 你让我填那个定额编号 这不是说句话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 太太有点牵强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在后边附上了 我不知道是出题人 是是故意的呀 是故意给你藏一个小区 一个是故意难为你呀 还是怎么样 我就想呢 如果我是出题人的话 你为什么不把我们那个参考材料 就放到交通运输的这个后边 你把水利的参考材料 就放到水利的后边呢 或者说你在试卷里提示一句 说有相关的参考材料在后边 那么就是你能不能看到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习 对于我们的考试 以及考察我们的水平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你就是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是故意的 这个 我感觉应该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这样的 给我们考试造成一定的麻烦 由于我们19年 是第一年考这种专业 好多学还不适应 然后呢 又不知道这个试卷的这个结构 导致呢 发挥的失常 可能你学的比较好 但是你就那一眼没照顾到 你可能会使我们的考试呢 这个不理想 这个我就简单说几句闲话吧 要说几句课外话啊 那个也不能叫课外话 这个说出来这个问题呢 也希望我们今年的这个学员呢 在做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我们这个卷值啊 从从头到尾的反复的 也不叫反复 从头到尾的 看一遍 不要有些条件漏掉了 这个不叫终身遗憾 但是说这一年肯定是很遗憾了 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个定额的这个费用 把这个数找到以后 我们要用到这个数 因为整个题当中 它并没有提到费用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要去确定什么呀 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均的运据 就是综合平均运据 它为什么叫综合呢 因为你要是两个半合场 或者怎么样 它和这不一样呢 对不对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设置一处半合场 什么概念 这个整个这个公路呢 是三十啊 六千米 那么它说了 在三分之一处 三分之一处 都有两个比较平整的场地 适合做半合场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方案 我们就做一处半合场 那有的学生说 你为啥不放到这边啊 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放到这 这是三分之一 这是三分之二 你放到这呢 这是三分之二 这是三分之一 那距离和没有区别 对不对 无所谓了 设置一个半合场 在三分之一处 那么这边应该是多少 三十六啊 这边应该是十二 是不是啊 然后这边应该是二十四 也就是这段是十二 这段是二十四 总长是三十六 然后呢 这个据线路起点 分别是十二和二十四 刚才说过了 平均运据呢 就是取二分之一嘛 平均运据二分之一 这个应该是二分之一吧 取到这 那么平均运据当时 十二除以二十六 那么二十四除以二呢 是十二 那所以说呢 这个平均运据就知道了 那么加权以后 就是综合平均运据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说呢 这是我们说一个是六 一个是十二 平均运据 对吧 再加权一下 那么我看六这块 你用多少混入图 应该是三十六分之啊 多少 十二吧 因为它的平幅的厚度都一样 宽度也一样嘛 对不对 应该是三十六分之啊 十二 十二公里嘛 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应该是三十六分之啊 二十四 对不对 就是把用量进行加权了嘛 一个是平均运据 一个是用量进行加权 然后呢 这俩相加 就是我们的综合平均运据 然后我们说在这里啊 它不还有二百米吗 这二百米 不管哪边是综合不综合 它都要加上 对不对 二百米 二百米啊 就是零点二千米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其实就是分母都一样嘛 提出出来就是 六乘十二 加上十二乘以啊 二十四 然后呢 统一除以啊 三十六 对吧 再加上零点二千米 也就是我们这个事 可能有的学员呢 在看我们教材的答案的时候呢 这个事都没看懂 那什么十二二十四又除三十六的 其实呢 我觉得 我们这个教材编写呢 应该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去编 你这样的话 或者说那是六乘以十二 这个 然后十二乘以三十六乘以二十四 或者你这么写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思路就清晰了 对不对 整个思路就清晰了 你这么来了一串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一说 二百米是那个上路距离 然后这是六是平均运距 这是工程量的加权 这是十二是平均运距 这是工程量的加权 对不对 然后得到呢 我们说这十点二千米 十点二千米呢 我们说了 每一个第一个一千米 再加上零点五嘛 是不是啊 再乘以几啊 应该是乘以 乘以四吧 这个不是乘以四了 这应该是 反正凑够十 这个加上一个一 有一个一了呢 就是这个凑够九 凑够九 然后呢 我们看零点二千米 我们说啊 每一个增运运距是零点五啊 那么二分之一个增运运距 应该是零点二五 对不对 那么它是零点二 够不够那个半数啊 不够 所以说这个零点二呢 不够一个增运运距零点五的半数 那么我们平均运距就取十千米就行了 这个零点二千米啊 就把它忽略掉就可以了 忽略掉了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 如果我设置一个半壳厂的话 它的这个运距就求出来了 说到这么多 只求了一个平均运距 综合平均运距吧 然后呢 如果我要设置两个半壳厂呢 两个半壳厂就是在这 又来了一个半壳厂 对吧 那么又来了一个半壳厂 我们说这边这个运输啊 你用这个半壳厂的混凝图 这边的运输呢 用这个半壳厂的混凝图 那中间这个半壳厂这个混凝图呢 那怎么办 按照最经济来说 一加一半呗 一加一半呢 这就是什么 三十六十八 十八减十二应该是六 也就这一段应该是六 是不是 是六 那么平均运距是多少了 应该是三 对不对 应该是三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半壳厂的运距 在两端的三分之处 这是两个半壳厂了 那么两个半壳厂的供料范围 都是十八公里 这一半吗 这一半是不是 一共三十六吗 十八 然后每个半壳厂的这个 起点到终点的距离呢 是这边是十二 对不对 这边是六 那么平均运距就是三和六 出业 三和六 那么也是同样道理 在这里呢 就是 还是那句话 这个六 乘以什么呀 十二 除以十八 因为我们这个 分开了嘛 一共是三十六千米 分开一面就是十八千米 也就是这个半壳厂 用料是三十六分 这个十八公里的料 这个半壳厂也是十八公里的料 对吧 那么这边呢 应该是十八除以二 比例 它这个用料的权重 然后再加上多少啊 三公里 乘以什么 这个六的十八 这是综合平均运距 然后呢 同样道理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0.2 还要加上一个0.2 就是这也要上路的吗 200米 要上路的 所以说呢 按照这种写法 我觉得更容易理解 算完之后呢 是五点二千米 跟十的二千米 类似 对不对 0.2千米呢 它仍然不满足一个 增运运距的二分之一 所以说按五千米去算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半壳厂 综合平均运距就是十千米 如果两个半壳厂呢 综合平均运距就是五千米 那么一个十一个五 那个费用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费用是这样的 大家看 首先呢 我们要算费用的时候 这个费用跟什么有关系啊 费用跟什么有关系啊 一个是量有关系 一个是距离有关系 对不对 一个是距离有关系 那么这个量是多少呢 在这里呢 大家看 厚度是18厘米 宽度是22米 总的长度是36公里 3600米 然后算完之后呢 是142560厘方米 我们注意 这个例行混合料 应该是按照 厘方米去计算 那么我们的定额单位呢 是1000厘方米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边有几个说法 和这里边呢 有的是按照厘方米去算的 有的是按照平方米算的 单位都是1000 那这个呢 我们说应该是以立方米去算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说一处半合厂的话 它的费用是多少 刚才我们说了 一个第一个1000米 它的这个机架是5262 在哪呢 在这 5262 大家可能有点看不清啊 5262 然后呢 每增运1000米是434 每增运几个呢 由于它是10千米啊 还得加上几个0.5千米啊 加上几个 应该是18个 就凑够10个 对吧 刚才我这个 这数太大了 我这一时没算出来 说10千米减掉1000米 还得加上几个0.5千米 才凑够9千米啊 刚才没算出来 应该是18 然后呢 这是我们说 这个是5262 1000米 再加上434 这是434 这是5262 这是运输的费用 然后接下来 我们说 还有这个混凝土的 这个价格 对不对 还有混凝土的价格 这个工程量 那么这是运输的1000立方米 运输的这些费用 那么一共多少立方米呢 是142560 但是我们的单位是1000吗 所以说除以1000 这是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费用 这1000立方米呢 再称以什么 它的量就得到一处半额厂的运输费用 那如果两处运输半额厂呢 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仍然是5262 第一个1000米 这是我们说5公里 所以说我们再加上8个0.5就可以了 就是4公里嘛 然后同样是乘以这个量 就得到这个运输的费用 运输费用 那么运输费用结束以后就完事了吗 不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 我们说这个 制作半额厂的这个费用 如果是一处半额厂 那就加90万 如果两处半额厂呢 在这个费用基础上再加两个90万 那么总的费用加起来才是这个数 那么大家看哪个经济 你自己算去吧 对不对 这个仍然是我们说选择这个钱少的 我们用这个通俗的额言就说 要钱少的 要说我们说官方一点 你考试的时候怎么说 就说选择经济的 谁经济啊 当然是我们说一处半额厂是经济的 对吧 应该推荐的是一处半额厂 那么这道题呢 就结束了 整个这道题呢 我觉得在我们第二章当中 第二章当中啊 这道题呢 是从它的难度上来说 还是从它的提量来说 还是从它的这个出题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并且呢 觉得还是比较完美吧 对吧 至少没有什么瑕疵 有一些这个打字排版错误 那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道题呢 还是比较完美的 希望大家呢 把这道题呢 作为一个重点题目呢 去看一下 那么这道题啊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خير 您LE架